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国语晚间新闻是由明瑞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多伦多市长福特到治疗中心接受介隐治病两个月 但回到市府上班后并无助于提高其支持率 英国世界新闻报窃听案件判刑 前总编库尔森被判监禁18个月 今天是2014年的7月4号星期五 欢迎您准时收看今天的国语晚间新闻节目 首先还是来关注本地新闻 购货车巴里县今天上午由于发生货车和客运列车相撞的事故 而短暂封闭造成该线列车的严重延误 据悉今天早上6点22分 从巴里市开出前往多伦多的一列火车 在早上大约8点钟 在Kee Street近Testin Road地方 于路轨上撞到一部运沙土的火车 火车上没有人受伤 火车司机则受轻伤送院 受事故影响 在早上7点22分开出的前往多伦多的一班火车 被迫停在Aurora火车站 当局安排穿梭巴士 协助乘客前往另一个火车站 那么多市市长福特 从见影治疗回来之后 发现并无助于其支持率 局民调公司最近对1182名 多伦多居民进行的调查 邹志会的支持率为36% 庄德利27% 福特则降到第三 仅得到26%的支持率 另外两名市长候选人的支持率 则分别为4%和3% 比较福特回家之前 也就是6月23号所做的同类调查 本次民调显示福特支持率下降一个百分点 邹志会和庄德利的支持率 则分别上升两个百分点和三个百分点 此外福特今天在接受本地传媒采访时表示 虽然他之前的私生活是一场灾难 但他的公职生涯非常好 福特坚称 重新领导多伦多这个全国最大的城市 以及进驻连任 不会影响他的康复进度 福特又说 对于他来说 坐在家中什么都不做 是最恶劣的事 当被问及 考虑在逝选当中 支持福特连任的选民 可以如何确保他 不会再发生问题时 福特回应说 不会对自己不能控制的事 做出承诺 电力公司PowerStream 向市民发布紧急通告 指一个源于美国 与电力供应有关的电话诈骗 已经扩展到安省的 雷湾和多伦多地区 提醒市民留意 电力公司称 有许多客户 接到自称为 当地电力部门工作人员的电话 声称自己是负责 终止电力供应部门的职员 如果市民不立即 以预付卡或电汇方式缴款 就会立即停止供电 这些电话的拨出号码 多为1800字头 PowerStream公司称 公司方面从不会叫客户 以预付卡或电汇方式支付电费 而且客户服务部门 也不会用1800字头的电话 与客户联系 电力公司的标准催款程序是 先向客户发出催款通知书 或是催款电话 而PowerStream更会以人手方式 将一份最后的催款单 递到客户手中 仍不见效的情况下才会断电 如果市民接到可疑电话 不要提供自己的个人信息 包括电力公司的账号号码 尽可能获取致电者的资料 然后在上班时间 向电力公司客户服务部 打电话报告情况 多伦多警方向媒体证实 他们已经抓获涉嫌十多次 在大多地区抢劫银行的遗犯 此人被警方戏称为木乃伊劫匪 因其每次作案时 都要化妆和蒙面或戴口罩 警方表示 木乃伊劫匪是在周四下午被捕的 在多市一间餐馆被捕 去年10月5号到今年6月20号 这名惯犯已经打劫本地11间银行 就在最近一次 也就是上个月的20号下午6点钟 这名劫匪出现在 Browview Avenue加Danforth Avenue地区 一家皇家银行的分行 手持手枪和刀子 进入银行之后 直接跳入柜台 拿出刀枪 在职员面前比划 隔手之后逃逸 市民如果有关于该遗犯的更多信息 应致电警方或拨打灭罪热线 在国方面 卡尔加利男童与外祖父母神秘失踪案 警方目前正在寻找一部 曾经在三人失踪当日出现过的皮卡 并希望能够与皮卡司机交谈 获取更多线索 卡尔加利警方今天公布 正在寻找的货车图片 货车帷幕绿色 制造商是福特公司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生产 保养良好 警方希望货车司机能够主动和警方联络 警方还透露 从邻居的住处以及附近商户 获得录像和照片 尽管不能提供具体信息 但警方正在检查所获得的资料 五岁的男童内森奥布莱恩 与他的外祖父母爱尔文和凯瑟琳 自上周日失踪 警方在周一下午5点15分 发放安破警报 称有迹象显示 三人并非自愿离开屋子 除了获取录像和照片 警方也扩大邻里间的调查范围 与更多人交谈 目前警方已经收到大量公众回应 并开始盘问证人 调查员估计有200到300人 进出上周末在失踪者家中 举办的拍卖会 警方希望与到过该处的人谈话 尽可能缩减收集指纹的数量 而警方也已经联络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以及美国的伙伴机构 曼尼托巴省受洪水威胁严重 省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召集军队前往灾区救援 当局称军队将在明天进驻灾区 省府将尽一切力量 保证民众的安全和健康 此次加军前往的地区 位于阿西尼泊英河 位于波蒂奇 拉普雷里和温尼泊之间的河段 当地居住着大约200户居民 好了 加过新闻之后 我们稍视广告 广告回来 江明带来国际新闻 天保旅游提供专业旅游服务 总部位于加拿大多伦多 在北美与中国共有12个分社 地面接待能力强大完善 尽力发展网上旅游消费 足够出户完成机票和旅游团预定 保证您自由出行 网络空间风采无限 天保旅游 让您的人生旅途更精彩 大温房产 3月27日ValTV隆重推出 这意味着everything 新闻视角 全方位房产新闻报导 深度对话 专业嘉宾详细节话 热点聚焦 热门话题 直击追踪 逢周四晚九点播出 周六五间十一点半重播 大嫂 我明白你的心意 明天就是大美 去我公司上班 你可真是我们家救星啊 那是得找我 您所有的过程我门清了 那太好了 这崔家寻亲的新闻 是你挖掘的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我是MBA毕业的 我可以去大学里 教竞技大转 那你说 我是蓝领还是白领呢 全新国语电台 FM105.9 WOWE中文电台 周末去哪全程搜索 吃喝完了 尽在拿握 那忙碌的整个星期的你们呢 周末要去哪放松呢 是同城聚会呢 还是周边的短程旅游 有什么大型的活动 在这个周末举办呢 哪里有非试不可的美食 那同样呢 今天自己的夜店 又在哪里找呢 同样的还有阿久 如果你有什么新的玩法推荐呢 千万不要忘了 打电话来指导 对啊 我和阿久 等待着大家哦 周末去哪儿 逢周五晚上九点到十一点 欢迎回到晚间新闻 为您带来国际方面的消息 英国世界新闻报 窃听案件判刑 前总编库尔森被判监18个月 首相卡梅伦回应说 没有人可以凌下法律 曾经担任首相卡梅伦的首相府传讯部主管库尔森 抵达伦敦的法院 听取判决 案件经八个月审讯后 库尔森上周被裁定窃听电话罪程 星期五判监18个月 至于另外三名记者 和负责大部分窃听行动的私家调查员 早前承认串谋窃听后 分别被判入狱六个月和缓刑 法官指库尔森是案件最主要的策划人 他不但没有阻止 更鼓励员工窃听 最长刑期是监禁两年 但法官考虑到库尔森为人良好 决定判监18个月 英国首相卡梅伦支持法院的判决 至于世界新闻报46岁的前编辑布鲁克斯 上周获判无罪 世界新闻报是在2011年被揭发窃听政客 名人以致罪案受害人的电话留言 获取独家新闻 这份有168年历史的报章 也因而被迫结束 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主持以她的名字命名 英国最大航空母舰下水里 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和丈夫菲利普亲王到苏克兰 为海军最大的航空母舰主持下水里 航母命名为伊丽莎白女王号 女王祝愿航空母舰和舰上官兵 顺利执行任务平安归航 航母造价高达62亿英镑 全长280公尺 排水量65000吨 可以搭载40架战机 预计在2017年试航 巴西世界杯举办城市 贝罗奥里藏特一条星舰中的行车天桥 倒塌压毁多辆汽车 最少两人死亡 二十几人受伤 星舰中的天桥倒塌在繁忙公路 桥深压住一辆途径的巴士 天桥距离世界杯场馆明尼路球场 大约5公里 球场下星期将进行半决赛赛事 除巴士外 至少一辆私家车和两辆工程车也被天桥压住 巴士被移出后 车头位置严重变形 女司机当场死亡 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 救援人员到场搜救 救援工作一直持续到夜晚 当局正在调查天桥倒塌的原因 有民众到场抗议政府监管工程不利 并批评花费大量工币举办世界杯是漠视民生 出示行车天桥是世界杯工程一部分 巴西自07年夺得世界杯决赛周主办权后 承诺斥资80亿美元 在全国进行50多项机舰工程 但大部分工程 包括这架天桥 都未能赶在世界杯赛事前完工 能够按进度完成的工程不足十项 美国军方宣布 由于机舰问题停飞所有新一代F35战机 军方发言人指 由于空军一架F35战机 上月末在佛罗里达州一个空军基地起飞时 引擎突然着火 暂时没有查出原因 所以决定停飞所有F35战机 做进一步调查 F35隐形战机是由美国主导 多个国家合作研发的最先进战机 整个计划耗资高达4000亿美元 是全球历来最为昂贵的单一武器项目 但投产后先后发现多项技术缺陷 好 国际新闻过后一切 那么多数据